您印象中的中药行是什么模样呢? 老旧不堪还是毫无生气? 在宜兰有家百年中药行, 第四代接手后不但改变了店里装潢, 还发挥创意,利用中药特性结合在地元素, 开发出许多意想不到的产品。 像是中药爆米花或是今早晚安茶, 一系列的突发奇想, 翻转了这家中药行原本没落的命运。 现在不但年轻人愿意走进来, 他们的商品也将中药带进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 高温拌炒,玉米在锅中一颗一颗的开花, 这是大家最熟悉不过的爆米花。 但撒上中药粉搅拌均匀后裹上粉红色外衣, 这款酸酸甜甜的中药爆米花, 完全打破一般人的刻板印象。 这么跳通的组合, 来自这两个年轻人的突发奇想。 这样子吃就不像我们第一次, 拿那个苦苦的粉来吃。 对,那时候感觉完全不同, 对,就做起来有差这样。 一个是爆米花业者赖燕君, 一个是中药行第四代周冬燕。 中西合并的跨界合作, 不但充值了你我的味蕾, 也为陌落的传统中药找到新出路。 完全没有想过会有这种中药口味, 因为其实太神奇, 因为我觉得这种西方的东西应该就是 传统的教堂、启事这种口味, 可是没想到洛神这种口味这么的合, 而且洛神里面还加了很多的鲜榨或绝命汁, 这个都是东燕他的一个巧思跟他的创意。 所以当初我们是想了很久很久, 才想说那我们用洛神花, 洛神花试试看马达打成粉之后, 然后加上一些我们的配方, 放进去会不会有成效, 那运气也很不错的, 效果也还不错。 站在药柜前熟知每个抽屉里的药材, 周冬燕从小就在这长大。 那因为我们这一碟是一个是落花仙子铁, 那里面是有洛神花, 然后仙渣,绝明子, 那因为其实帮你花很多餐食纤维, 那我们也透过这一碟落花仙子, 可以帮助消化, 让吃起来比较不会对肠胃有负担这样子。 74年次的周冬燕, 其实当兵前就已经是位签约艺人了, 对中药行完全没有接手的打算。 其实我是一个做什么事情, 我都喜欢很认真去做的人, 那在毕业之前我的兴趣就是跳舞, 然后我希望把舞跳得很好, 然后也有机会刚好被签到经纪公司这样子, 那我就希望可以把舞跳得很好, 看有没有机会到国外去瞧一瞧, 那刚好我们的团队因为兵役问题, 所以而解散了才辗转, 最后去学做生意。 就算放弃了演艺梦, 但还是没有全街家业的想法, 直到一次走在回家的路上, 心态才有了转变。 然后走在这条街上走两个街区, 我发现那些曾经风光的药店, 全部都是已经倒闭, 然后不开灯, 或是根本没有想要营业, 非常凋零的样子, 让我突然间就很有感触说, 这个产业的文化怎么会衰退到这么严重,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要回来, 想说我长大了, 我想要回来, 换我把这个产业带起来, 因为是他把我养大。 我这村庄就是第一个产地要好, 后来要三点九, 而且他的味道, 你评得才好。 在父亲的权力支持下, 周冬燕下定决心, 飞往中国大陆, 钻研中医, 一去就是六年的时间。 其实像我去读中医师, 也有人跟我说, 你读中医师干嘛, 你不用中医师, 你是中国中医师这边, 你也不能职业啊, 你读中医师, 你回来做这些事情都一模一样, 你都可以做的, 但是他最后做总结的时候, 你会觉得, 你那时候莫名其妙, 毫无意义地付出, 就像是春天的雨水一样, 最后让我们结出来的果实, 都因为那多一滴两滴的雨水, 而更好吃, 更甜美。 这个是脱水山料, 这是最高级的山料, 是真正清打山料。 回家后, 更在父亲身旁边坐边学, 将马步扎得更稳。 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比转型更重要, 这是本职学能的东西, 基本功, 我爸很喜欢讲, 小时候我们练着酒, 他很喜欢讲一句话, 就是不练基本功, 到老一场空啊。 我们在做我们的晚安茶, 那我们的晚安茶是用我们的在地的金掌, 然后还有交系柳基灵汁, 然后配合着菊花跟麦门冬搭配而成, 然后希望可以就是给大家喝起来是很舒服, 很放松, 我们一直在寻找我们药房的特色, 那最后我们整合出来说要找出药房, 我们是在宜兰旧城里面的宜兰特色, 那宜兰特色其实有很多东西, 呃, 名产都摆在我们眼前, 那金掌是属于水果类, 它很适合跟我们的装药材, 做一个钥匙通勉的结合。 大哥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来, 金掌还可以吗? 今年的话还OK, 可是我们的金掌的话就是因为贴后比较不顺, 它产气有稍微降低一点点。 这里是宜兰郊西的无毒金掌园, 也是周冬燕所采用的金掌, 今天他和太太来了解今年的采收状况, 好做茶包的调整。 好了, 这颗就好吃了, 来, 吃吃看, 因为我这边的话都是安全无毒, 无农药残留的,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闲食。 吃上一口风味十足, 酸甘甜都有, 是因为宜兰的风土条件相当适合它的成长。 宜兰这个地方, 它适合就是因为它东北季风起, 雨量, 雨水, 它就会满满的飘到细雨, 这个时候刚好是金掌, 它最需要雨的时候,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它比保水度好, 然后整个风味它就会很棒。 虽然是采无毒栽种, 但是许熙熙的金肝产量一点都不输人, 连续三年在宜兰金肝的品品中拿下第一名。 我这边的产量正常来讲五分多地, 它们都在收到大概是两万多台金, 我五分多地可以收到快三万台金了, 所以我的产量不输冠行, 品质又比冠行更好, 可是它最后再来就是你要用工具照顾。 其实我们都是用流动水, 那这个其实在整,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这种无毒的农业, 所蒸根做出来的果实, 所以在清洗方面这已经很方便。 这里是金枣加工厂, 第三代老板林鼎刚, 细心地向他们解说制作蜜饯的流程。 清洗的过程, 只有一个小小的动作要注意到, 因为我们就是在做加工的时候, 不希望有那种硬的感觉, 那所以地头都要把它扣掉。 洗完的金枣要将它制成蜜饯, 并且要与中药搭配, 那么就要降低甜度。 我就帮它客制化到这种少糖的, 就是低糖的, 那刚好又有一点糖香味的。 那它再配上去的时候, 它的中药就会有一种甘甜的感觉这样。 快点给我透, 快点给我亮。 会选择与周冬燕合作, 是因为林鼎刚在他身上, 看见当年的自己。 记得当时年纪小, 大哥我也曾经很年轻过, 那也是新生代的。 那所以这些新生的二代、三代, 他们愿意在家乡里头工作, 或是从外地来到宜兰, 驻扎在这里, 然后找到一个安生立命的一个行业, 或是技法, 那我是很开心。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宜兰的小孩, 就像是我很喜欢我们中药房一样, 那我也是很练就, 那所以我觉得要大家一起每合在一起, 我希望可以一起跟宜兰的品牌一起, 一起玩, 大家一起玩乐, 就是我喜欢跟宜兰人一起不断地接触, 然后不断地合作。 一路跟着周冬燕, 从产地勘茶, 到药房的大小事物, 太太都是她最好的后盾, 会这样尽心尽力地付出, 也是因为看到了先生的努力, 她相信这转型的过程, 最后会像这杯晚安茶一样, 虽然入口为苦, 但总会回甘。 她那个时候要回来接的时候, 我自己说心里话, 是会觉得有一点, 但是想说这样会有未来吗, 或者什么的, 可是后来就是, 发现就是她真的很努力, 在读中医这一块方面, 然后也有看到她的成绩, 然后都真的都考得很好, 然后后来回来, 我们才慢慢开始讨论说, 怎么样可以让家里, 可以慢慢地走出去, 不要每天坐在店面等客人上门。 如果我们其实都很想说, 这种老师的包装, 对, 来导师的包装, 所以他们试着, 将中药变得更生活化, 并且改变包装, 让更多人愿意亲近。 所以我们就是在网路的行销, 或是在粉丝团的推播上, 都有下一些比较多的功夫, 然后或者是常常出去摆一些试集, 或者就是要让年轻人去看到, 然后因为通常试集这种东西, 应该年轻人比较会知道, 这些资讯或是想要去做, 所以我们从年轻人的点, 是从这些面向去触发。 但是有一个原则绝对不可以变, 就是传统产业的灵魂,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根, 我们不能转型走到走火入魔, 说什么都要, 创新都跟人家完全不一样了, 那传统产业有它的美好, 跟它的价值所在, 所以像这个重要的抓药桌, 跟后面的这个白草柜, 我们是绝对不会懂, 这是我们的灵魂, 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初心, 才有办法做转型, 如果忘了初心, 再多转型, 都只是空渴。 扛着这块百年招牌, 周冬燕想做的, 不只是如何活下去, 而是要让中药的精神, 与内在文化, 透过不同模式的转变, 在大家的生活中, 生根发芽, 变成不可或缺的日常。 看到这里, 小碧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